家里最穷那年 一筐馒头把我卖给了村头猎户冲喜 买我的是他娘 他却看不上我 害怕被退回去 我将他要倒 成了事 他心里受辱 第二日就不见了踪影 有人说我把他克死了 三年后 朝中多了个同名同姓的将军 听闻还和公主指了婚 风光无量 我混在人群中看着那张熟悉的脸 搂着怀中的娃就跑 边关连克万人的冷面将军 今日回京受风 百姓纷纷拉长了脖子 欣赏其天人之姿 愣是将他夸得有如神迪 我抹了抹额角的汗 再看一眼拥挤的人群 反正今日的豆花已经卖得差不多 索性撂下帘子 闭了门 旁边卖肉饼的陈娘子看我走得这么早 打趣道 玉娘子也要去看大将军吗? 我一愣 摇了摇头 陈娘子卖着 家里孩子和他奶孩等着我呢? 听我提起孩子和老人 陈娘子闭了嘴 捡起面前的肉饼一分为三 用油纸包住 就递给了我 我盲推辞 怎么好意思日日都吃你家的饼 她白白手 阳装愤怒 妹子这意思是吃你我家的饼了 这我哪敢接话 只得收下 那明日我请娘子吃最嫩的豆花 她一笑 妹子可说笑了 谁人不知这整条街 豆花娘子卖的豆花和她人一样 嫩得不行 看我脸色胀红 终于放我离开 我拎着肉饼 拍了拍脸 虽然已经是当娘的人了 可还是禁不住这些妇人的打趣 有的我甚至听不了半句 路过拐角的糕点铺时 我颠了颠袖带 走了进去 掌柜的 要一份桂花糕 掌柜的听到声音 抬起头 笑着道 育娘子又给你家安儿买点心 我有些尴尬 来得次数多了 掌柜的不想记住我都难 每次还会往里头多添两块 我感激的结果 她眯着眼睛 小孩子吃多了甜的总归不好 多的便送给育娘子吃了 我骚得脸都红了 忙转身就走 这徐掌柜和陈娘子是夫妻 脾气一个样 没事就爱打趣我 天人家还是好意 每每将我堵得哑口无言 刚出殿门 门口一队人马急驰而过 这便是大将军成井 你刚才看到他的模样了吗 太快了些 没看清 我心肩一跳 成井 是我知道的那个成和井吗 又摇了摇头 成是大姓 说不得是哪个同名同姓的大人物呢 忘了那背影一眼 我抬脚往家走 城南桂花巷的一方小院里 刚推开门 怀中就多了个肉团子 上一秒还抱着我喊娘亲 下一秒就往我手中的糕点探去 我刚板起脸 她便嘟着嘴 娘亲 安儿只是想帮娘亲拿一下 看看这练的炉火纯青的眼迹 我蹲下身子 将她的小脸扳正 程小安 谁教的你才三岁就撒谎 她睁着一双圆滚滚的眼睛 眨巴了两下 将脸埋进我掌心 小手搭在我手背上 娘亲摸摸我的脸疏不舒服 我下意识捏了下 确实肉肉的 又嫩又滑 没忍住 又捏了下 她嘴一别 一双大眼睛立马蓄满了泪 娘是将我当成豆子来捏了吗 好疼 我忙放开了手 看她颖白的小脸红了一片 正要安慰 她又接着道 不过没关系的 吃块桂花糕就好了 如果可以 肉饼也不错 下一秒 整个院子充斥着我的怒吼 程小安 听到声音的大娘忙跑出来 将小人搂在怀里 嘴角憋着笑 一边哄我 一边哄她 忍不住道 玉娘 你若不想她吃 下次便不带回来了吗 那肉饼是人家送的 至于这糕点 反正 我就不惯她这娇气的毛病 晚上 迷迷糊糊间 怀中的人扯了扯我一斤 娘亲 安儿知错了 我借着月色看她一眼 拍了拍她的背 不一会儿 她便翘着嘴角睡着了 我却想到了白日里大娘说的话 为什么总忍不住给她带糕点呢 大概是小的时候 我过得太苦 便忍不住给自己的孩子吃点甜的 若不是家里太穷 我也不会被一筐馒头卖给了成小安他爹 自我记事起 家里就总是穷得揭不开锅 兄弟姐妹五个 上头两个姐姐 一个哥哥 我排第四 后头还有个弟弟 两个姐姐一到年纪就许给了人家 说是许 不如说卖 毕竟有钱的人家 看不上我们 比我们差得 根本拿不出银子来娶媳妇 我大姐去了隔壁村 换来一只鸡 整日受婆母搓磨 二姐生得好 给镇上园外当小妾 日日被主母压着 到了我 重归重局 干活力索 家里一直将我养到十五岁 直到哥哥要娶媳妇 再等不得 家里一合计 听闻村里三年前刚搬来的猎户在找人冲喜 一打包就将我送了去 换了一筐白面馒头 这对于家家户户都是个稀罕物 那位过门的嫂子一家就被收买了 一筐白面馒头将我卖了出去 取了她进门 没办法 人命就是这么不值钱 到了猎户家我才知道 那猎户打猎时受伤 卧病不起 家中老母一着急就动了冲喜的念头 实际是想有个人照顾她 猎户家的日子与我原来过的可谓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从前一天两顿 顿顿野菜粥 如今一日三餐 顿顿白米饭 我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直到那猎户醒来 一双眼如寒星 盯着我便让我心里打鼓 其实 我见过的人不多 他长得是最好看的一个 只是整个人总是透着鼓冷气 我想到从前在后山寻野菜 看到他一箭射在野猪身上的模样 浑身抖了抖 脚下不自觉发软 他看我半嗓 冲我勾勾手指 明日就回你家去 我听得心一惊 甚至没注意到他受伤的手抬了起来 出了门 大娘看我满眼通红 叹了口气 失去是留随你 只要你想办法说服他 我继续赖了几日 端茶到水 小心伺候着他 只要他一不耐烦 我就溜出门 这日 二姐却来找我 寻我出门 绕着村子转了好几圈 她穿着绫罗绸缎 面色却不怎么好 太阳快落山时 我终于忍不住问 二姐 什么事 她支支吾吾将我拉到树下 玉娘 你想不想给园外当小妾 我一愣 她白着脸 我上月刚小产 还没告诉家里 我听得心一惊 忙握住她的手 你刚小产 不好好养身体 跑出来干什么 她却抹着泪 本来说是男胎的 老爷也高兴 如今却厌恶我的锦 玉娘你帮帮我 我心底墨得一沉 不明所以道 如何帮 她往我手中塞了包药 姐知道 你肯定还没和那猎户成事 就算成了也没关系 这要是助兴的 到时候 你把这要放进老爷的吃食里 也能蒙混过去 我越听越心惊 可 我已经被卖给成猎户了呀 她摇摇头 向我保证 没事 她不敢惹圆外的 你进了府 二姐会帮你 生个孩子 咱们就能站稳脚跟了 可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小妾 我宁愿在猎户家当个丫鬟 血气直涌 我推开她就往家跑 当然 是猎户的家 晚饭间 心里恍惚不定 城景犹疑地望我挤眼 想通了 要回家去了 大娘也停下碗筷看我一眼 我低着头 一粒粒往嘴里送米饭 平日里香甜的米饭 今日却有些苦涩 面前忽然递过来一盘辣椒炒肉 吃吧 后日再走也行 我看了她几眼 呼得有了主意 我想 那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卑劣的事 趁着城景她还没恢复 给她下药 把她墙上了 游记的第二日 她那杀人般的眼神 不顾大娘的劝阻 收拾了包袱就离开了 这一去就再没回来 我觉得对不起她 更对不起大娘 倒是大娘宽慰我 那傻小子给我留了养老的银子呢 我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如果那日我给城景下的是要命的药 她可能连命都没了 我千不该万不该 不该什么都不知道 拿人命当儿戏 随便就将人要倒了 那也是城景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不曾想你小小年纪 心思竟这般歹毒 一连几日过去 城中关于那位大将军的传闻不减反增 听说皇帝在承熙赏了她一座大宅子 还有奴仆无数 承熙住的多是达官贵人 有人猜这成大将军怕是要得皇帝重用了 又有人说其貌比攀安 迷倒了一众贵女 连最受皇帝宠爱的小公主都对她轻言有加 不日便要给她和公主指婚了 也有人反驳 这小公主最是骄纵跋扈 私得有亏 而大将军却说过一句 本将平生最恨心思歹毒之人 我打鲁的首莫的一将 连忙又咬了一勺 客人是熟客 笑嘻嘻地接过 看来豆花娘子也对这大将军的是感兴趣 连这鲁都给了我这么多 我扯其嘴笑笑 巴不得她赶紧走 我这鲁熬得不易 这人每次来都要我多给她放些 若是平日我也就放了 今日心里总是不舒服 最后剩几晚时 大娘将程晓安带到了我店里 嘱咐我几句 又回家去了 大娘性子喜静 平日便不爱出门 程晓安各自窜得快 眼看就要入下了 我打算带她去成衣铺量两尺寸 大娘年纪大了 我不忍心她每日埋头穿针引线 我又每日忙卖豆花的事都没时间 最高兴地莫过于程晓安 趴在我背上唧唧喳喳个不停 我忍了又忍 终是没有忍住 在那小肉臀上 啪的就是一巴掌 还别说 手感挺好 只是她也安分不了一会 我正打算和她讲一番道理 前面却人潮拥挤 几个大娘跨着菜篮小声嘟囔 这公主怎么好端端地出宫游街了 那不是程大将军护着吗 那果真好是将近了 我正宁神听着 背上的程晓安忽然闹腾 娘快看 大马 我寻声望去 却在看见高头大马上那张熟悉的脸时愣住 不过几秒 将程晓安往怀中一搂 把腿便要跑 身后呼得传来一声尘鹤 站住 这般情况 我满脑子都是 完了 哪还敢停着不动 忙往人群里钻 后头的官兵不明所以 却还是穷追不舍 碾了我半条街 我正气喘吁吁 没辙时 忽有人拉了我一把 将我和程晓安带进了书寺 她在外看了一眼 才闪身进了门 轻瘦的书生满眼担忧 御娘子 你们这是 我缓了缓 忙感激到 多谢许郎君 我一边担心外面的情况 一边又怕她多问 好在她只是将我怀里的程晓安接过 晓安 让你娘亲些些 一直埋在我怀里的程晓安 抬起头 眼角挂着泪 我一瞬慌了神 以为把她闷坏了 她却满脸亢奋 娘亲 好玩 还要玩 我气得要吐血 对上许郎君疑惑的眼神 慢吞吞解释道 我们方才冲撞了贵人 怕被抓住 才一直跑 我小心变着她的神色 看她没有起疑 才松了口气 里间的门忽被推开 传出一声轻笑 我寻声望去 一个锦衣华服的年轻公子 倚着门飞 却是看着我身旁的许郎君 又打亮他怀里的孩子一眼 许郎君也一愣 怕是没想到 还有个人 萧兄 你还未走 那人摇了摇头 物字开口 许兄 竟不知你有个这么大的儿子 话落 我和许郎君同时开口 不是 别胡说 他了然道 那你这是想给人当后爹 我盲姐事 不盲公子 奴家曾立誓要为夫君守寡 没想再嫁 我是不要紧 可许郎君是读书人 日后还要考取功名 最重明节 我可不想拖累他 他呕了一声 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 我总觉别扭 就连一向面不改色的许郎君都有些不对劲 街道上早已恢复了宁静 那人多半也以为只是看花了眼罢 毕竟从临川城到京城可不只是几千里而已 自那日起 我提心吊胆了好几天 甚至想要关门闭店 歇一歇 可又实在舍不得那银子 隔天 陈娘子望着我脸上的面巾 眉毛一挑 玉娘子这是怎么了 我忙到 最近天热 脸上起了疹子 他点点头 又道 那时得小心些 这么一张脸 可别毁了 我背过身抬手扇了扇 这面巾捂得紧 怕真会闷出热疹 一边怪自己太小心翼翼 又一边提防着 大娘看我整日像湿了魂魄 忍不住劝我 玉娘 实在累就些些 大娘还有养老的银子 我摇摇头 继续磨豆子 他叹了口气 一边给我添豆子 一边问道 那你说实话 最近外面可是有人为难你 我一正 盲解是没有 不怪他这么想 我们刚来京城时 还没店铺 只有个摊子 三五不时的 就有一些地痞流氓来找事 不是说娶我回家生孩子 就是专来找茶 大娘要帮着我照顾阿尔 还担心我被欺负 我索性每日拎着把菜刀往摊前一放 那些地痞以为遇到了硬骨头 可我摊子也没了生意 最后忍痛盘了个铺子 用的是城景留给大娘的养老钱 我知道她给大娘留了钱 却不知到底留了多少 总觉得大娘的银子会生载式的 总用不完 看我沉默 她正了神色 你有困难就跟大娘说 其实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碰见城景的事告诉她 虽说她和城景也不是亲母子 可关系定是比我要亲近 脚边呼得多了个萝卜头 程晓安拽着我的裙摆 语出惊人 许家小叔说要做我后爹 大娘惊得手中的勺子掉在地上 我恨不得一巴掌拍死这个逆子 急急忙忙解释那日被人误会的事 大娘却道 玉娘 我之前就劝过你 你要是改嫁 大娘也支持 你小小年纪就有了安儿 事事以她为先 就连我这个糟老婆子都沾了光 可是大娘认为 你先是你自己 才是安儿她娘 脚边又冒出一句 奶 你是想娘不要我了吗 闭嘴 难得我和大娘同时开口 我正感动得眼泪汪汪 又被她给破坏了 不过 我还是说 大娘 如果没有您 也不会有今日的玉娘 当初城井离家没几天 后山挖出几具男尸 皆是身长八尺的壮汉 死壮极惨 面容俱毁 其中一个还穿着城井的衣服 体态与其相似 村里人都说我将她克死了 我痛哭几天 觉得对不起大娘 大娘却说 那肯定不是城井 城井有本事得很 没那么容易死 我想起她一刀砍死的野猪 半信半疑 没多久 我诊出有孕 村里发了洪水 一咬牙 我们收拾了细软 一路北上 大娘说她是城井她娘的陪嫁丫鬟 足中没落 带着城井出来避祸的 如今回去 也算落叶归根 没想到这一走 就是千里之外的京城 早些日子 风餐露宿 我还不时孕吐 自是苦的 后来 凭这门手艺 倒也勉强温饱 只是如今 我忘了忘大娘 想着还是告诉她 不该将她瞒着 院门却被拍响 我从门缝里看了眼 推开门 许郎君 你这是 她立在门口 微风吹过 传来淡淡的造脚香 大量我半天 从怀中掏出一个白瓷小平地给我 听我嫂子说 你脸上起了疹子 我有些尴尬 没想到陈娘子这话传得这般快 忙摆手拒绝 这个很贵吧 许郎君快收回去 再说我已经快好了 他固执地望着我 脸色落寞 脑中呼得闪过什么 我心里一惊 那就谢谢了 想了想 接了过来 他眼里立马一出笑意 少年人的心思再明显不过 望着他离开的背影 我一时愣神 大娘不知看了多久 笃定道 这小子对你有意思 我满心烦躁 将瓷瓶递给大娘 您帮我看看 这个值几两银子 他面上诧异 我解释道 改日我去胭脂铺 给他嫂子被回礼 大娘摇了摇头 这东西你回不起 这是宫里出来的 看来那小子真是对你上了心 我一惊 没想清楚 许郎君一个没有功名 磅身的平头老百姓 从哪搞到宫里的东西 难道一个秀才 也能得到宫中赏赐 大娘又问我 你对那小子怎么想 我挠了挠头 我怀疑许郎君她眼睛不太好 我一个带娃的寡妇 没钱没事 她图我什么 难不成真想当便宜厚爹 大娘沉默许久 想来也是被我说服了 我索性告诉她 大娘 我碰到她了 谁 程景 程晓安她爹 我以为这个消息会让大娘喜极而泣 可她只是平淡地呕了一声 我不敢置信 您不好奇吗 她不解 好奇什么 她还活着呀 而且成了大将军 她打了个哈欠 扭头往屋里走 我当初不就说了吗 她没死 而且有本事得很 留下我在原地木凳口呆 你大娘就是你大娘 不愧是见过世面的 要不然 怎么会连宫里出来的东西都认得 大娘安慰我 那小子当初不告而别 可能真就不记得咱们了 我咽了咽唾沫 那她还记恨我把她抢上了吗 大娘沉默一会 娃都有了 你抢她 还是她抢你 有区别吗 我想了半天 竟觉得很有道理 却没注意到 这话的前提是 娃都有了 如果程景 要和我争娃 我大概是争不过的 不过 有了大娘这番话 我倒是放下了心 终于不再整日戴着面纱 陈娘子一看见我 就冲我挑眉 玉娘子这脸好的这般快 莫不是吃了灵丹妙药 我假装听不懂这话里的打趣 午饭时分 门口晃晃悠悠地来了一行人 打头那个就是那日在书寺遇见的那个公子 而另一个我忙不迭从怀中掏出面金袋上 无比庆幸自己胆小 没将面金落在家里 一行人停在了我铺子前面 那公子扣了扣桌面 豆花娘子 两碗豆花 我眼睁睁看见他和程景 坐在了那方小桌旁 心里叫苦不迭 手上却熟练地背着白嫩嫩的豆花 将两碗豆花端上桌 我恨不得将头埋进胸口 耳边呼地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 我不要葱花 然后便没了声音 当初只一起生活了几月 我是记得他不吃葱花的 旁边那公子咳了一声 豆花娘子莫不是有毒心术 还是会像面 连客人的习惯都猜得出来 城景却已经不耐 闭嘴巴 不是巡视街坊 怎么把我带来这里吃豆花 门口多了这么些人 我没事干 又咬了几碗 递到前面去 君爷 吃不吃 有几人推嗓着不敢接 屋里传来一声 饭点到了 几人这才接下 我余光瞟了极眼里面那两尊大佛 心里仿佛一团火在烧 终于熬到 二人放下碗筷 我低着头收走 那公子的摩音又传来 玉娘子 你脸上的疹子还没好 我一惊 下意识抬头 他笑了笑 许兄特意向我讨要 不瞧我手中没有 就找成将军讨了一瓶 一道压迫性的目光望过来 我盲低下了头 城井冷着声音 你不是说你摔倒了 才找我讨的药 那公子面色青红交加 我借机退到一旁 实在好笑 嘴角还没来得及放下 那人又问 玉娘子 你可在临川城住过 那公子也拿眼去我 桃花眼里满是笑意 所以笑容不会消失 只会转移 我垂着某解释 没有 只是有家人祖籍在那里 两人留下一定银子离开 大方得很 我松了口气 那公子回头冲我笑了笑 玉娘子 明日再来照顾你的生意 我总觉得这公子是来克我的 每次见面 我总讨不着好 我将这事告诉大娘 她宁着没问我 玉娘 你到底怕阿景什么 怕她什么 好像挺多 好像也不那么多 我捧着青梅枝 想了许久 怕她恨我那时让她受辱 记仇至今 怕她怨我生下安儿 更怕她与我抢安儿 说到底 比起她怨我们 我更怕她以拳压人 抢走安儿 天空一轮圆月 清灰洒满之头 大娘点燃香烛 在槐树下一张张往火盆里放纸前 每年这个时候 大娘都要拜计城景去世的娘 到她死得可怜 原来是头处好人家 我想要再问 大娘却已经讳莫如身 没过一会 便红着眼回了屋 转头对我道 今晚让小安她陪我这个老婆子睡吧 我点了点头 寻了张菩萨在院中那凉 月影西斜 我望着香烛一点点燃尽 积了一堆烛泪 满盆的指挥被风了起 像是亡人未尽的嘱托 也不知是谁弃了谁 就像当初我回家看的最后一眼 却得知父母兄长早已举家逃难 院门被敲响 我迟疑着 上前拉了个门缝 不待我反应 那人已经钻了进来 赫然是白日里刚见过的城景 此时却面色苍白 满头热汗 我一惊 她皱眉捂住我的嘴 往里看了一眼 哑着嗓问 别出声 你住哪间 我迟疑着指了指又便一间 便被她握着手腕往屋里拖 门一关上 她就泄了力 望着我沉默不语 我屏着气站在门边 心如雷鼓 直到鼻尖血腥味越来越重 她忽然出声 林玉娘 给我寻些干净的纱布 我心里一抖 盲转身往外走 她在身后提醒 别惊动无疑 再次进屋时 她已经吞掉了上身的衣物 端坐桌前 我一瞥 盲一开了眼 将纱布和温水放在桌上 她没了两秒 从腰间掏出个瓷瓶 微微侧过身子 你来 后背我看不见 我抬眼一看 一条鲜血淋漓的疤痕 横在肩甲到脊背间 我白着脸看她一眼 清洗 上药 包扎 她肌肉绷紧 我却控制不住地手抖 纱布绕过她胸前 我垂着眸 头顶是她灼热的呼吸 耳边听她道 林玉娘 你胆挺大 这句话时隔三年多 又在我耳边响起 我疏然抬眼 她一捶手 咬在我肩上 城景可能是稍迷糊了 拖着山河高热 深夜敲响我院门 给她上药 却咬了我一口 我不得已还要照顾发热的她 不出意外 第二日的豆花铺子也关了门 我从矮榻上醒来 床上那人已不见了踪影 门外传来嘀嘀的讲话声 仿佛刻意压着嗓 见我推开门 大娘和城景同时望过来 城景一开了眸子 大娘却上前握着我的手拍了拍 玉娘 薛家老太太让我帮忙看看新苗的花样子 我得去了 我点点头 您小心些 她满不在乎地摆摆手 走到院门口时 又回头道 安儿还在我屋里睡着呢 我下意识看向城景 却见她正盯着我 见我望过去 平静地开口 我的 不是疑问 而是肯定 既然她能找到这里 想必早已摸清了底细 我动了动嘴 不知该如何换她 想了想 将军 您身上的伤需要大夫处理 最好有专人照顾 这我倒是没说假话 她后背的伤确实重 城景想是听懂了我的话 一瞬沉了脸 周身压迫 我顶着她骇人的目光 强自镇定 却望着她一步步上前 拉住我的手腕 林玉娘 就这么急着赶我走 手腕滚烫 我发现自己是有些怕她的 后面程晓安揉着眼睛 娘 我盲睁开了她的手 将城晓安揉在怀里 再回头时 那道身影已不在 我望着那扇紧闭的门飞 心中闷闷 不知是何滋味 我以为城景被拂了脸面 已经回了将军府 晚饭时分 却有一个圆脸小郎君进了我院门 怀中还抱着一大堆东西 见到我 面上扬笑 夫人 我来给将军送东西 我正皱眉 却看见城景从我的屋子里出来 对小郎君道 东西留下 你走吧 那小郎君盲不迭放下东西 搓了搓手 夫人 我是将军的侍卫 您可以换我随风 后面的城景含着脸上前 面色不余 长腿一抬 院门烹得关上 我后知后觉 刚才那侍卫似乎一直唤我夫人 是因为这惹了城景不快吗 更让我苦恼的是 城景留在这里 还一直霸着我的屋子 到了吃饭时 却自觉地往桌边坐 大娘却托人带话 明日要和薛家老太太去寺礼祈福 归妻不定 城小安一脸好奇又一脸疑惑地往我怀里靠 那双黑悠悠的大眼睛却一直望着城景 城景坐在对面 眼皮都没抬一下 城小安软软地撒着娇要我胃 我叹了口气 一口一口往他嘴里送东西 抬眼恰好触到城景望过来的眼神 浓眉皱起 开口却冷冷的 这么大了 还不会吃东西吗 我还没反应 方才还奄奄地城小安 已经捧着碗小口小口往嘴里送 喝完半碗 放下碗看着我 又看着城景 娘 叔叔 安儿吃好了 城小安走后 我喝着汤 忍不住解释 最近暑热 安儿身子不好 平时不这样 毕竟当初怀他时 我们正在逃难的路上 没少跟着我吃苦 总归 是我对不起他 可他长这么大 基本没让我和大娘操心过 这般想着 心里越发酸涩 我望着对面的城景 认真道 将军 我们谈谈 他也看着我 没什么表情 却道 你先吃饭 吃好了 他皱了皱眉 没再说话 任我将一桌狼藉收走 再坐在他对面 望着他黑沉沉的眼神 我深吸口气 将军 当初在临川 是我的错 我不该为一己之私 给您下来路不明的药 还与您发生关系 望着他阴沉的脸 我眉心一跳 站起来在他面前弯腰行了一礼 接着道 其二 我不该未经您的同意 生下安儿 我又弯腰行了一礼 廊下的灯散着光落在他脸旁 英挺的眉目打下一片阴影 让他周身似不再那么灵力 也让我有了继续开口的勇气 当初二姐想要害我 我走投无路 一时鬼迷心窍 犯了错 若将军无法释怀 不如就当被狗咬了一口 想要御娘做什么 御娘都愿意 但是安儿 安儿是我的心头肉 如果可以 还望将军不要抢走他 成井那双眼总算动了动 意味不明道 难道我的儿子 要一辈子养在外头 他明明只说了一件事实 我却没忍住流了泪 半晌 他终于闭了闭眼 像是妥协 我答应你 不与你抢他 只这一句 我立马喜笑颜开 他又补了句 但你也该让他知道 我这个父亲 怎么选 是跟你还是跟我 由他自己定 这种事让一个三岁的孩子来定 或许荒唐了些 但与我来说 却是求之不得 毕竟 怎么想 他都会选我 晚上我搂着安儿 今日那是你阿爹 他应了一声 嘴角却翘得老高 明显是想要父亲的 酸色一闪而过 我又问他 若我和你爹分开 你会选谁 跟着我可能会像现在 吃些苦 但娘也会给你攒银子当树修 到了年纪送你去学堂 跟着你爹 可能就会跟薛家小哥哥一样 薛家是我们这片的有钱人家 两个儿子均是朝廷命官 一家子锦衣玉食 以城景如今的地位 想来也是不差的 我也不知道 程晓安是否能听懂 终于在闭眼之前听她道 安儿要一直跟着娘 四更时 我小心地点了盏灯 到院中磨豆子 自小吃惯了苦 做这点活到不觉得什么 尤其昨晚我打定主意要攒银子给程晓安日后读书 这般想着 磨得越发起劲 连身后城景何时走近的都不知道 天还未亮 她披着剑薄衫静静地望着我 好似已经看了一会儿 我被那视线一惊 盲停了下来 吵到将军了吗 当初为了顾及大娘和程晓安休息 我特意将这架子放得离大娘屋子远些 却离自己屋子不过几步 她还未说话 我又劝道 日日都如此 怕是会扰了将军休息 将军不弱 她却开口 日日都如此 我点了点头 她皱着眉上前 抬手接过我的火 我还要说什么 被她制止 给我添豆子 或者上那坐着 她指着旁边那方矮凳 我忍不住提醒 可是您的伤还未好 她略显生疏地赚着石墨 沉声道 再怎么样 这种活也该家中男子来干 更深入重 我添着豆子 却觉得浑身暖融融的 不知为何 城井没一会儿上就出了层薄汗 气息却没变 我捏着手中的帕子 稠除良久才递给她 她却只微微垂头 就着我的手擦了擦 望着那近在眼前的眉目 四目相对时 呼吸一致 轻飘飘的帕子 此时仿若千斤重 我慌忙垂下眸子 她也只淡淡地看我一眼 好在没完豆子 我便将她赶进了屋 她在我身边 我心跳得总不正常 天亮我要离开时 城井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想了想 我指着后面盖着盖的锅 将军 那里面有我做好的招食 您和孩子一起吃 他像是明白了我的意思 道 孩子 交给我 你自己小心些 我一整个白日都在忙 歇下来时 脑中总会闪过清晨那一幕 京城好像出了什么大事 街上官兵到处捉人 手中还拿着画像 带着可疑的人 便要比对一番 陈娘子好笑道 若你今日戴了面纱 说不得也要被捉去盘问一番 我心里苦笑 要防的人没防住 那面纱也没用 我问过城井 他何时认出我的 他说 有两点 其一 你那日跑了 不是心怀不轨 就是做了亏心事 哪一个都值得怀疑 我又问他 其二呢 他当时停了下 直直地望着我 说 眼睛 我想了想 倒也没错 他能在人群中 一眼望到我 确实有一双火眼金睛 到了晌午时 听说衙门已经抓了百来人 几个书生模样的客人一人要了一碗豆花 坐在角落 这京城怕是要变天了 听闻南方已多日无雨 百姓苦不堪言呀 我抹了把鹅脚的汗 这才注意到 金碎自入夏 再未落过一次雨 看天吃饭是庄稼人的命 没有雨水 入了冬 不知要饿死多少人 陈娘子也凑到我耳边 满面愁容 他娘家有个庄子 是重粮大户 想来也受到了影响 听说前夜朝中几个大官都遇了刺 死得死 伤得伤 还有个被割了头 想到城景 我心里默得一跳 陈娘子如何知晓 他叹了口气 二郎提了两句 要我们近日提防些 想到出门前 城景提醒我的那句 我点了点头 晚间回去时 刚好碰到从城景屋中出来的老者 拎着药箱 遇见我时 点了点头 我在外站了一会儿 进去时 城景正记着腰带 望了我一眼 只说 换药而已 我目光掠过桌下那浸血的纱布 终是没有说什么 在院中转了一圈 却不见城小安的身影 我莫名发慌 冲进城景的屋子 安儿呢 你把他弄哪里去了 我怕得浑身发抖 嗓音却止不住发颤 他皱着眉 抹了两秒 面色沉沉 院门被推开 叽叽喳喳的声音传来 那个换随风的侍卫抱着安儿走进来 脖子上还挂着各种吃的 一看我和城景之间的气氛 眨眼便钻到了堂屋 眼角一片温凉 城景还是冷着脸 指尖却抹着我眼角不知何时流出的泪 平静道 我说过不和你抢它 我匆匆往后退了一步 心里懊恼 恼自己小气 也恼自己不争气 还有些丢脸 自己本来是没那么爱哭的 因为自小家里人就说 哭有什么用 还把福气哭没了 所以自我记事起 我就不爱哭 怕把本就没多少的福气给哭没了 默了默 我诚恳道 对不起 是我小心眼了 他垂在身侧的手韧了韧 正色道 林玉娘 你该学着相信我 至少 我是安儿他爹 我只是害怕 却也知好歹 向他保证 日后不会了 没过一会 随风领着安儿出来 向我问了一声好 便进了城景的屋子 安儿满脸高兴 一股脑地往我手里塞吃时 冰糖葫芦画掉的糖衣粘了我一手 他却眨着眼睛 娘亲 我给您和爹爹都带了一根 我望着他手里的另一根 与我手中这根没什么区别 小孩子的爱很单纯 直白又热烈 我爱你 便和你分享我最喜欢的东西 我将你放在心里 便忐忑地希望你能接受我小心地讨好 如果你不喜欢 我也只会认为是我不好 我在他白嫩的小脸上亲了一口 谢谢安儿 爹爹肯定会喜欢的 在我鼓励的目光中 他挺直几倍进了屋 再出来时 小脸染着红韵 娘亲 爹爹说他很喜欢 接下来的一整夜里 他简直高兴地要飞起来 城景和我坐在树下 看他在院中跑来跑去 我也忍不住眼角炸开了花 对上城景的目光 我脸了笑 将军 您并会是个好父亲 最好也一直这么好下去 即使日后另有了子嗣 他今年二十有五 模样俊朗 还有一身军功 想嫁给他的女人 恐怕数都数不过来 若非要说他的污点 我恐怕算得上一个 而我也二十有余 已经是个老姑娘 没想再嫁 却也不得不为程小安考虑 如果真如他所说 将程小安留在我身边 那就再好不过 城景递了我一会 轻声开口 和我说说你们的事吧 我一愣 将军不是派人查了吗 他喃喃道 想听你说说 最好 说说你自己 不知从哪天起 我忽然有了了解一个人的欲望 想看着他的脸 听他讲自己的故事 我不知道 城景想听什么 就捡着城小安的事说给他听 私心里 是想城小安在他心里的分量更重些 我从他出生说起 那年洪涝严重 我们从临川出发 一路上遇到了不作为的官府 拦路打劫的山匪 争抢食物的流民 开始时 我和大娘两个女子 没少被人盯上 还要时时顾及肚子里的孩子 无意间救了个北上的贵人 贵人感激 怨在我们一城 那贵人便是南下探亲的薛家老太太 城景问 怎么救的 我回忆到 贵人心善 看流民可怜 让人拿车队的食物分给大家 可他不知道 穷凶极恶之人不懂得感恩 夜里起夜时 我看见有不轨之人凑近那辆马车 我没忍住上前去 贵人得了救 我手臂被划了一刀 那一刀 我养了半个月 也成了贵人的救命恩人 城景望我一眼 你胆子一向很大 我垂下眼 没说那天夜里 我捂着肚子 抹了半夜的泪 生怕那一刀刺劲的是我肚子 后来越往北 流民越少 薛家老太太和大娘谭德来 到了京城 听闻我们要安置 便将这方小院低价卖给我们 安儿是在我们到京城一个月后生的 那时我瘦得很 同样的还有大娘 不曾想从临川到京城这几千里路 竟走了半年 半年光景 我当了娘 见惯了恶嫖遍野的流民 见识了京城的繁华 我忍不住道 安儿出生时很乖 人人都夸她有福气 你呢? 她问我 我想了想 忘了 只记得开心得很 不过是在床上躺了半月 还有些出为人母的惶惑 那时我才多大 不过江江时期 大家听说 安儿是在肚子里随我一路逃难而来 不禁夸她结实 我希望她平平安安地就唤她阿尔 成字无非是个念想 觉着愧对城景 想着日后阿尔成她香火 年节里坟头多个祭拜她的人 当时在临川 我和大娘是给她立了衣冠种的 阿尔懂事得很 只是跟着我 有时难免娇气 但是她身体好 很好养活 城景忽然道 倒是我对不住你们 我忙道 将军大义 镇守边疆 是我们该感谢才是 他那双眼睛如有光芒迸发 晃得我挪开了眼 你倒是会说 我说的却是实话 当初流民这般多 一半原因便是边关战乱突起 朝廷实在拨不出银子 路上的读书人说 我大业实为内忧外患 有的进京赶考的书生 半路改道 便去了边关 投身航武 我在人群中望着那些远去的文弱背影 不自觉眼眶酸涩 高官富人宝马相车 奴仆成群 身强体壮的汉匪 拦路打劫 吃人血肉 满身补丁的青年踩着不邪放弃志向 徒步去往边疆 我问大娘 值得吗 他们寒窗苦毒那么多年 死在路上都不一定 大娘沉默许久 道 那是文人风骨 我在舌尖细嚼这几个字 只尝到了满嘴苦涩 不由问成警 将军当初去往边疆 怕也受了很多苦 他沉默一会 是吃了些小苦头 他没说 当初解决了后山那几个暗卫 险些丢了命 又怕回去给大娘和他惹来麻烦 一路去往了边疆 拖着条残腿 寻了救人 养了半年伤 恰逢边关战乱 日日塑在尸山血海 再回头去了临川时 只留一片狼藉 和那座刻着他名字的衣冠中 可他想 以无疑的见识 他们不会就这般死了 他托表弟找了许久 没想到人就在京城 若不是那日 恰好在人群中 对上他那双眼睛 被人领着去了他的豆花铺子 不知道还要找多久 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时隔几年 他还是能一眼认出那双姓眼 嘿嘿的 带些可怜 又无比纯粹 所以在豆花铺子 他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它 夜已深 被城景勒令 给我磨豆子的随风过来 夫人 豆子已经磨完了 我已经懒得纠正它的称呼 站起来感激道 多谢 明日我给你做豆花吃 他圆圆的眼睛一亮 真的吗 今日尝了夫人的手艺 比全福楼的还要好 我听得脸一红 心里却像糖块化开一般 全福楼可是京城最好的酒楼 我怎会比得上 他还要再解释 一旁传来清可 程小安已在城井腿边 一大一小正望着我 我摸了摸脸 将随风送到门口 夜里程小安搂着我脖梗 在我耳边巧声问 娘亲 我们什么时候能和弟一起睡 我正想着事情 听他这话被呛得满脸通红 他连忙伸手拍着我的背 我看他一眼 默念 亲生的 亲生的 总觉得自己哪天会被这孩子一句话吓死 想了想 不由嘱咐他 这话千万别拿去外面说 他还要问 我敷衍道 你爹身子不好 我们会伤到他 有了随风 给我磨豆子 我每日便可多睡半个时辰 程井坦然地在我这里住下 每日捧着本书 倒像是个苦读的书生 只偶尔也看见随风急急忙忙地拿着信件进他屋子 每日晚间 也会叫程晓安去他面前 教他识字 我是喜欢程晓安读书的 我永远忘不了当初那远赴边关的一抹抹背影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如那般有男子气概 程晓安学时 我也跟着在一旁学 程井很耐心 程晓安非要先学那个难学的井字 程井示范了一遍 让我们试着在纸上落笔 我和程晓安各霸着桌子一头 画了一通 再凑到一起对比 顿时笑作一团 不愧是母子画得一模一样 程井看了眼 默了一会儿 评价道 有些抽象 又重新写了一个 《遇!这个我认的!我的名字!》 练了一会儿 手腕发酸 我和程晓安对视一眼 他嘴角一弯 爹 今日就到这里吧 程井从书上挪开目光 还不到半个时辰 他给程晓安定的是半个时辰 抬手在程晓安头上拍了拍 轻声道 继续练 我看着你 望着他那只手 我心里忽有不好的预感 下一瞬 便见他也在我头顶轻轻辅了辅 落下时 指尖划过我耳间 如有烈火灼过 烧遍了全身 他又暗的目光望着我 口中却道 不想练 就些些 不知为何 只是看着他 我心跳的却越发快 时间一到 我连忙离开了房间 一连几日 我都忍不住避着他 偶尔会发现他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 或浓或淡 或轻或重 一样让人心肩发颤 我敏锐地发现自己这点不对劲 再多的便不愿再去想 直到七夕将近 来吃豆花的学子们偶尔谈起心目的姑娘 红着脸 遮遮掩掩 我听着 望着 羡慕着 心里忽然一惊 我不知道自己何时生出了羡慕这种情绪 从前 我只会远远望着 然后再带一盏花灯拿回家给程小安 我从他们嘴里心学到一个词 少年慕意 久别重逢 脑中晃过一张脸 我猛然清醒 清醒后不是欢愉 而是逆壁般的沉沦 一厢情愿多见 两情相悦难寻 许久不曾见的许郎君 却约我七夕那日见面 望着俊秀少年郎眼中的小心翼翼 我心里漠然一痛 不知道是为他 还是为我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 有些事早日了断比较好 七夕这日 我的豆花卖得很快 陈娘子一早就对我挤眉弄眼 眼里也于毫不遮掩 我早早回了院子 翻出今年还没穿过的新衣 一件嫩黄色的鹅裙 大娘的眼光顶好 穿在我身上 确实很配 想了想 我重新输了个少女记 记忆中从没输过的发迹 配上促心的衣裙 倒也看得过去 最后从箱子中拿了那方艳台 我才准备出门 艳台是城景送的 据说价值不菲 我一出屋门 院中几人纷纷望来 直勾勾的眼神让我脸上一烫 不自觉垂下了眼 在抬眼时 隋丰已经正和另外一名侍卫而渝 城小安抱着我扯着我的裙脚 城景望着我的目光晦涩不明 娘亲 你要出去吗? 我俯下腰 捏了下她的鼻尖 娘亲有事出去一趟 你和爹爹在家 路过城景身旁时 她却忽然拉住我手腕 你近日在躲我 我正了正 没正开 一旁城小安还在看着 我只能小声道 将军 我实在有事 说完 她默地松开了手 我抬脚出了门 抚着跳得飞快的心脏 松了口气 听隋丰说 城景对外称 受伤严重 还在府中养伤 今日是不会出来的 长街明火 游廊花灯 如花似玉的姑娘和长身玉丽的少年们 或两两结伴 或三五成群 熙熙攘攘地凑作一团 好不热闹 平日里受男女大房居着的少男少女 也只有今日才能光明正大的上前攀谈 或表一厢爱意 或素满心相思 有人欢愉 有人失落 还有人站在角落迟迟不敢上前 穿过人群 我望着桥下的许郎君 望见我时 他眸里也一亮 我想 不枉我今日特意打扮得体面些 纵使无意 却也尊重 我看着他三步并坐两步 眨眼间就到了我面前 毫不吝啬地对我道 玉娘子 今日好生夺目 不是敷衍 并非奉承 只是因为喜欢 我屈膝行了一个女礼 也笑着回道 许郎君今日也是风度翩翩 玉树临风 这两个词 我昨夜记了许久 他眼角一弯 面上薄红 玉娘子也会打去人了 我也忍不住笑 侧头望着不远处 红带飘飘的姻园树 一旁还有先生 在讲牛郎之女的故事 不由想起前几日听到几个书生的辩论 有人说 牛郎之女借着雀桥相会 可谓一对碧人 令人艳羡 却有另一书生说 侄女本是天上仙子 无奈落入凡间 却遭牛郎绑架 得王母就回天上 牛郎之作为实在令人不齿 这话一出 倒也没人说得出真假 只人们多不愿相信这残酷的事 只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世事无常 人心难料 我侧目一看 许郎君正满目柔光地看着我 面上似有愁愁 我往后退了一步 拿出早已备好的艳台 许郎君那日送我的药膏 实在贵重 我无以为报 愿以这方艳台 助公子下笔如神 行云流水 落笔云烟 终于说完 我松了口气 他嘴角虽然弯了弯 眼里却是苦涩 恍然道 玉娘子这都不让我把话说出口吗 我摇了摇头 郎君赤诚 若对别人好 不用说 心里一如明镜 他终是没收下我的艳台 只赞了句 难得之宝物 想必将他给娘子之人 一定对娘子无比重视 我一时沉默 想到那日城景赠我时说的话 不怕你到底识多少字 只愿你能解心中之祸 他说 那才是读书的目的 许郎君望着我 忽然笑了 我难道给他人做了嫁衣 我认真道 像郎君这般如玉公子 日后并会遇到一只新姑娘 与郎君心意相通 她默了两秒 忽然凑上前来 玉娘子 我可以抱一下你吗 没等我反应 她已经轻轻拥住我 从今日起 我就只能换你阿姐了 我哭笑不得 垂在身侧的手 在她背上拍了拍 她往后退了一步 却在我耳边道 我看到了阿尔 还有一个男人 就在你背后 说完 便转身下了桥 另一边 我看着城景 抱着阿尔上了桥 父子二人接一袭白衣 仿若话中来 周围隐隐有目光望着二人 二人却直直朝我走来 我心跳得越发快 阿尔忽然伸手捧着我的脸 肉嘟嘟的小嘴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转头又捧着城景亲了一口 周遭那些目光散去 我脸越来越烫 城景呼得凑近我 满脸不渝 你果真胆子又大了 好不容易搜罗来的艳台 你拿去送人 我忍不住解释 可我收了人家的药膏 总要回礼 它没了两秒 你难道忘了 那药膏还是从我手中送出去的 我无言以对 他咬牙切齿道 下不为例 许是花灯迷了眼 许是郎君最人心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城景握住了手腕 不知道什么时候与他食指相扣 不知道什么时候身边只有他一个人 遇到品酒的大爷吆喝 我没忍住 上前都尝了一小口 身后城景从拽着我到拥着我 最后指道 你以后轻易别饮酒了 路过阴缘树时 我扯了扯他的袖子 将军 你要求阴缘吗 他好笑道 林玉娘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记得管我叫将军 我眨了眨眼 脑中愈发不清明 那该管你叫什么 他俯下身子 似诱惑一般 你可以叫阿景 我重复了一遍 阿景 我喜欢阿景 揽在腰间的手骤然一紧 他沉声道 再说一遍 我喜欢阿景 过了许久 我听到耳边传来一句 我也喜欢你 不知为何 我心里却酸涩地厉害 阿景是风光少年狼 是保家卫国的大将军 是阿儿的父亲 可他不喜欢我 我出身不好 不懂才艺 还心思歹毒 没有人会喜欢我 他呼地凑近了我 微挑地凤眸认真看着我 林玉娘 我喜欢你 身后早看不下去的老伯 扬了扬手中的飘带 二位郎君 姑娘写一副吗 挂在这姻缘树上的 都能有个好姻缘 承井握着我的手 一笔一画地落在纸上 我看了又看 只认得出两个字 玉和井 好歹一起落在了飘带上 老伯看了眼 笑着道 郎君倒是有心 回去的路上 我趴在他的背上 好一会儿才想起 你的伤不碍事吧 他握着我的西弯 让我别动 再动就真有事了 我浑身暖融融地 在他耳边喃喃 我从前只有一点点喜欢阿景 现在喜欢阿景更多 可我不知道 我是喜欢他的容貌更多 还是喜欢他的品性 或是喜欢他的举手投足间的一举一动 我怕自己的喜欢太过随便 承井好一会儿没说话 久到我以为他没听见 他却道 我以前也没有那么喜欢你 只是不知不觉间 就进了心里 我忽然道 你不会是因为我给你生了个儿子 才勉强喜欢我的吧 他又沉默一会 抬手在我臀上打了一巴掌 你真当我想给他找个后娘 还不容易 我没忍住 埋在他颈窝啃了一口 你终于把心里话说了 还要给他找后娘 不知何时回的小院 承井将我摔在床上 一下就将我压在身下 那眼神有些危险 我讨好的笑笑 他却将头埋在我颈窝 温热的呼吸打在我脖梗 惹得我一颤 更让我难以招架的是他说的话 我从未喜欢过人 所以你说得随便 我不能解答 但我分得清喜欢和勉强 欣赏与爱慕 包容和战友 所以,给我,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我头一偏 他也抬头 唇上一热 鼻息相畜 不知谁醉了酒 承井如今不让我换他将军 只让我换他阿景 也不换我御娘 只叫我御儿 望着我的目光 还是让我面颊发烫 经中又生了变故 只因之前那桩刺杀案查清楚了 竟是三皇子派人刺杀了几位政见不合的大臣 而那位当晚被割下头颅的竟是皇后的嫡亲兄长 太子的舅父 陈娘子和我说 这案子听起来太荒唐 总觉得三皇子没那么蠢 可是皇后母家确实舍了一位主心骨 果然 皇上眉急着定三皇子的罪 只将他囚在殿中 入了冬时 果不其然 京城脚下积了很多流民 我将做好的豆渣饼送到薛家师周的棚子里 一并发给难民 仿若又看到当年逃难的场景 没过几天 京中却传得纷纷扬扬 皇帝命太子负责赈灾之事 银子却在太子手中丢了 皇帝一怒 又将太子斥责一番 称其无能 朝中跟着三皇子 太子一党的大臣 没剩了几个 陈娘子每日在我耳边叹 我不由好奇 娘子怎知道得如此多 她一叹 还不是我家二郎 何况这些事稍稍打听 便也知道了 那许郎君跟的是哪位 她望了眼四周 低声道 七皇子 七皇子 我倒是没听说过 晚间看着捧书品茶的场景时 我呼得想起什么 她撩起眼皮望我一眼 在我肩背上按了按 累了 不是让你别去了 我摇了摇头 神仙打架 小鬼遭殃 皇帝皇子们斗得死去活来 吃苦的都是我们小老百姓 她沉默地望着我 不知在想什么 我上前握住她的手 阿景 其实在我看来 我们并不关注谁是皇帝 我们只想着今天 明天能不能吃饱穿暖 她斧着我的发 轻笑道 我倒不知道 玉儿还心怀天下 我伸手在她腰间一扭 她垂下眸子 那玉儿说说 你都猜到什么了 望她一眼 我缓缓道 皇后兄长的头是你割的吧 她手上一顿 忽然笑起来 玉儿果真聪明 那又是如何发现的 我顿了顿 今日臣娘子问我 太子和三皇子斗得两败俱伤 还有谁能渔翁得利 城景眸光发亮地望着我 我接着往下道 大家都说只能是四皇子 毕竟只剩个四皇子 可大家都忘了 还有个七皇子 被皇上发配去守皇陵的皇子 我还特意打听了一番 七皇子当年是齐贵妃之子 也颇得圣宠 而齐贵妃还有个姐姐 乃异姓王城王发妻 一戏之间 城王府满门被灭 同时查出齐妃母族私通外敌之罪 齐贵妃只能自意谢罪 七皇子被赶去守皇陵 如今恐怕也没人能想到 城景是城王府后人 而城景伤好后 却还是一直躲在这小院里 你支持的定是四皇子和七皇子中的一个 如果我没记错 我曾听大娘提起过四皇子母妃一家也是成家的仇人 所以 你支持的只能是七皇子 外奸呼传来脚步声 我心里易紧 城景安抚地拍了拍我 门口进来两个黑衣斗篷的人 掀开东帽 竟是那日豆花铺里的锦衣公子和许郎君 我目光落在许郎君脸上顿了一下 他冲我点了点头 腰间被一只手揽住 我脸红了红 其余两人却像是没看见 倒是那锦衣公子眯着双桃花眼 豆花娘子胆子挺大 还敢妄议朝政 我心里一惊 知道妄议朝政是大罪 城景补充道 这不叫妄议是夫妻俩的私房话 倒是你们二位偷听可不光彩 许郎君安静地坐在一旁 锦衣公子盯着城景 忽然朝我道 嫂子好 我是城景表弟 萧衡 也就是你口中的七皇子 我反应过来 惊得要跳起来 城景满脸疑惑 我小声道 见了皇子 是不是得磕头 七皇子盲白手一句 不用 怎么着也等我做了皇帝再说吧 我不敢再开口 接下来几人的话更是让我如坐针毡 任何一句单拎出来都是杀头大罪 天城景还一直死死扣住我 大冬天的 我鹅脚硬是起了薄汗 七皇子望过来 嫂子这是怎么了 我善善道 有些热 他呕了一声 轻笑道 我还以为你怕了呢 听许兄说 嫂子胆子挺大 不仅单刀斗地痞 还曾舍了银子就病若书生呢 我忍不住解释 我对苦读的书生实在敬佩 他一笑 玉扇指着一旁的许郎君 这不正有个合适的 我隐隐觉着又被他坑了 可旁边的城景 先一步伸脚一踹 我娘子好 自然有的是人喜欢 我补充了句 七皇子 可能这话有些冒昧 但我觉得 你这样很难找到媳妇 我只是随口一说 没曾想一语成衬 七皇子喜欢尚书家的二小姐 如蓝似血的一位贵女 待人温柔和顺 偏不喜欢她这张嘴 不过到底是被她以帝王威压娶了过去 那已经是年后她登基后的事了 而现在 他们还要解决四皇子 临走时 七皇子问她为何要这么着急 城景笑了笑 某个心怀天下的姑娘都对我使美人计了 我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七皇子骂了句 有病 许郎君回头望了一眼 我还没看清 被城景压在了怀里 我问了心中一个疑惑很久的问题 许郎君一个秀才能跟皇子走这般近 城景解释道 他们是同窗 七皇子自幼长在宫外 稀才之心让她放得下身段 还有你 可要好好抱好她的大腿 等她当皇帝了 说不准赏你数不清的金银珠宝 我撇了撇嘴 现在朝廷连赈栽的银子都拿不出呢 她忍不住笑了笑 玉儿说得也对 我揽在她腰间的手下移 直到碰到大腿 我抱夫君的大腿好不好 她轻声问道 那你拿银子干什么 我翻起桌前的一本书 建很多屋子 开很多书社 终于翻到那一页 我递给她 安德广煞千万间 大碧天下寒失句欢言 是这么说的吧 她沉沉一笑 在我唇上狠狠咬了一口 够胆大 够贪心 不过 我喜欢 我 和我 买 我 会 那 我 感谢观看